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盒子裡面附的手機夾座好了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手機 我們稍微看一下裡面附的手機夾座 這個手機夾座是用夾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手 我們稍微看一下裡面附的手機夾座的部分 這個夾座有下面那個接孔 後面也有一個接孔 就是你假設要拍一些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手機夾座的部分 這個夾座有兩個接孔 一個是在下面 一個在後面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手機夾座的部分 它下面跟後面都有一個接孔 我們就有更多的方式 可以夾到你各種不同的配件上面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裡面附的手機夾座的部分 這個手機夾座是直接用彈簧式的 直接把你的手機夾起來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裡面附的這個手機夾座 這個手機夾座有幾個特色 就是有後面有一個孔位 就是有後面有一個孔位 下面也有一個孔位 所以你有各種不同方式可以來放到你的自拍感上面 然後我們的 横拍 也可以輕鬆的轉換成直拍的 拍攝模式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自拍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裡面附的這個自拍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裡面附的手機夾座的部分 那這個手機夾座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它有兩個孔位 就是一個在後面 一個在下面 就看你的拍攝需要 有不同的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手機夾座的部分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手機夾座的部分 那這個手機夾座呢 它是用彈簧式的 就直接把你的手機夾起來 那它有兩個孔位 一個在下面 一個在後面 就看你的使用需求 那這個手機 夾座 可以輕鬆的從橫的 變成直的 再變回橫的 就輕輕鬆鬆啦 那上面還有給你一個冷靴 可以加上一些像是麥克風啊 或是 自拍燈啊 之類的 小小配件在上面 那這個是 實際上 小配件的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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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不止 背面 沒有 我用鋁圓的justice 好了 我用鋁圓的小盐 我用鋁圓的裂子 我用鋁圓的裂子 放鋁圓的裂子